接觸情報似一個回落在澳門、珠海和澳門的 協助偷渡犯罪集團以水路形式 協助他人非法偷渡進出本路 經過調查之後 不惜這個犯罪集團的主腦是一些內地人士 並在內地操控集團引作 為此本局透過警務聯絡機制 向珠海市公安局通報 同時亦與珠海市公安局聯合展開調查 結果成功釋認犯罪集團的犯罪模式 以及成員的身份 同時亦發現集團的主腦 即是第一名的營館 帶來了兩名負責接載的職業 即是第三和第四的營館 在今年2月19日進入本路 他們三個亦到路環九武附近的偷渡點 進行踩點和熟悉偷渡的路線 由於這個犯罪集團 即時與珠海市公安局 部署聯合行動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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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